哪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上面因为一般roll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需要让user感觉到有在等待的感觉 因为有时候roll很久 或者说你的那个网址不是从assess里面 而是在那个一个网页 也是远端的 那我要把它载下来 那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你要让user感觉到 就是有在跑的感觉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加上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一个bar 这个bar 那不过在2.0 2.x的版本 因为这是2.33的模拟器 它会比较大一条 可是呢 在4.x以后的版本 会变成细细的一条 你们可以等一下可以roll一下就知道 那另外就是说呢 当我点击 那这个地方会连接到 这个我的教学网站 所以我最近有一些新的东西 App开发实力 将Google map改为动态的 就是刚刚讲的那一题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点击进去 里面就会有刚刚讲的东西 那因为呢 我们时间 不是很够 也不是重点 也不是在phone cable 是在phone cable的应用 所以你想要知道更多 请自己再花时间 上面就有 那这篇文章里面就有 而且有完整的影片 各位可以看 你会发现上面有那个可以跑的 因为我这个模拟器实在是 有够慢的 大概知道就好了 实际上应该不会这么慢 那如果说我今天按Bag键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预设不是上一页 预设是就跳离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App就离开了 但是我们不是希望 它按Bag键就跳离 而是什么 而是它Bag的话 你必须把这个Events Events 就是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上一页的动作 因为它有这个Events 你不能让它跳离这个App 而是转